盤中銀錢時間密碼 而且今天我們加一句新的重要的口號 叫做抠訓到 數鈔票 請各位留意一件事情 股價市場裡面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股票 能夠來做掌握 特別是如果你懂得盡責的 說真的一件事 沒那麼容易懂 我上課講了很久 很多學生還說 老師 然後問了那個問題 跟流水理論就不一樣了 我問大家幾個簡單的問題就好了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 最重要是你要能夠懂 懂的話來抠訓到數鈔票 不懂的話抠訓到人呆呆 懂我意思了沒有 抠訓到人呆呆 在想說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注意 因為你懂 為什麼要教到你懂 就是因為你懂的時候 你敢勇於去承接 敢勇於去賺取 敢勇於去追求 如果你不懂 聽說人家今天都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跑去做這個呢 等你了解的時候 股票都漲上去了 你有沒有想過從這裡到這裡 不到一小時的時間 30張的話是63000 我不鼓勵 但是我今天聽說有人是120張 聽到沒有 我不鼓勵 但是請你記得一件事 什麼要從流水理論 什麼要從營錢時間密碼 這兩件事情把它湊在一起 讓你能夠變成 你手上重要的鈔票 請各位留意 那麼先講最簡單的流水理論好了 什麼叫最簡單的流水理論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量大還是量小 告訴我 老師今天量縮啊 因為今天川普跟習近平要會談 對今天量縮 所以你買台積電會賺錢嗎 當然不會賺 因為今天沒有量 那怎麼漲上去呢 你買大地關會不會賺錢 不會啊 所以請你注意 當量小的時候呢 那麼這些電子股 今天幾乎是所有的電子股全部縮起來 你怎麼可能在今天能夠掌握到 那最好的多頭是什麼 量大的時候 漲大型股 漲電子股嘛 量小的時候咧 親愛的投資朋友 總知道說 生計月快到了吧 總知道生計月快到的時候 而且生計月不管你怎麼辦 或者生計股不管你怎麼辦的話 和川普習近平見面 完全沒有相關吧 我現在在教你在縫隙裡面賺錢 我現在在教你是怎麼樣一邊看 人生最快樂的事情就是 對著黑板你就知道錢在哪裡 對著黑板你就知道說 這些時間上個班 然後就知道錢在哪裡 我很多朋友今天已經去旅遊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下班了 為什麼 下班了 老師你怎麼知道下班了 量縮 我把理由跟你說好不好 現在我現在一邊講一邊學 量縮當然就下班了 量縮只有這個地方 而且是只有這個你看 這是上櫃指數啊 那麼上櫃指數今天從哪邊看起呢 最精彩的新聞在這裡 應該是說今天最重要的新聞 羅利芬這家美容公司呢 和慈濟醫院合作 供什麼 供細胞治療 請問羅利芬供的細胞治療 是要做什麼 日常保養可以做 也就是做醫美的 那麼我之前就有跟各位講到 其實所謂的幹細胞治療裡面 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用法 就是防抗衰老 什麼叫抗衰老呢 你看黃靖哲 你如果二十年前看到我的話 會覺得哎呦 這麼遠頭這麼漂亮 現在呢 皮膚療療 還有呢 那難免會有一些蛀蟲 叫做什麼 凹洞甜品啊 那這種狀況之下呢 誰是最強勢的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原來你羅利芬都跑來做這個 代表這個什麼 有商機啊 各位注意喔 最近常常發生這個事情 你們有沒有發現 羅利芬發新聞 結果什麼罪會長 反正訓聯罪會長 為什麼 訓聯比你更早呢 就已經卡位進入幹細胞 抗衰老的情況了 所以羅利芬發新聞的時候 誰最會長 訓聯最會長 大力光發新聞的時候 我昨天是不是教你過這招 亞光反而比較會長 你說老師為什麼這樣 因為亞光在G G就是Glass Glass就是玻璃 加上P就是Plastic 就是塑膠了 G加P 玻璃加塑膠鏡片上面 亞光本來就一直 做這個 但是問題呢 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人用這個 都是做什麼 全部通通都是在做P 就做P就好了 也就是全部都是全塑膠的 那麼現在呢 連大力光都要做玻璃加塑膠的話 我做好在那邊等你啊 我做好在那邊等你羅利芬 我做好在那邊等你大力光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次來講的話 反而亞光才是真正的領導股 所以一邊看節目 一邊能不能長知識 當然可以了 那你只要接到在38.9 舉例喔 接到Call訊 Call訊到的話 請問一下 到了41塊錢賣 你是不是數鈔票了 很輕鬆啊 不到一個小時啊 也沒有多少啊 30張啊 30張才多少錢 你融資還不到100萬 你就可以進場去買了 然後融資跟融資退出來 今天還沒有利息 你根本就從頭到尾 你的帳戶都沒有動 就多出這麼多錢 是不是 這就是股市當沖最大的樂趣 你不要當沖的當然更好啊 不能說當然更好 當然也好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不同的性質 我說這個叫五年月線 注意這是月K線 月K線大 導播新譜一下 月K線大底這麼小的字 月K線大底都出來了 這叫週線大底都出來了 各位啊 月線大底在這邊也讓你看一下 月線大底都出來了 現在的投資朋友 那這是起漲還是休息 當然叫做起漲 只是起漲之後他可能休息 休息之後再漲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因為長線中線 共同的保護的關係呢 加上只要聽到川普跟習近平 兩個好像要吵架了 那你沒發現 只要川普跟習近平要吵架 黃金都是最好的 還有什麼事情黃金最好 叫你沒事要多看我的網頁 就算你不做股票也可以漲知識啊 所以知識是非常重要的 摳訊到想要數鈔票 我告訴你 更厲害的是事件一發生就開始數鈔票 誰 我直接告訴你 就是我的家族跟我 為什麼我加龍會這麼強 我說事件到我一看就知道了 我認為香港以後的金融地位就是不薄了 香港以後的金融地位就是不薄了 當香港的有錢人想要把錢換成什麼 換成可以趕快帶出國的錢的話 第一個當然換黃金 第二個換比特幣對吧 先不要管黃金啊 先不要管比特幣啊 加龍是五支停板 超過50%的漲足啊 比特幣也是在大漲啊 還沒漲完 因為他被關廁所 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 會被關廁所 會被警示的股票 絕對是好股票啊 他關久了 我告訴你等他出來的那天 那又是猛虎一條啊 所以你是香港人你怎麼辦 你要尋正常管道 打電話給銀行說 你把我的錢匯出去多少一億 不好意思先扣40% 先扣25%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這個省下來啊 而且他還問你說你為什麼要匯出去 尤其這裡 那香港可不是台灣啊 台灣也會問你要不要洗錢 知道嗎 那你香港那麼大 那更不用講了 你知道背叛祖國是不是 現在有投資朋友啊 現在有投資朋友啊 那我問你一件事啊 今天是禮拜五 你想要快快樂樂的想到 抠訓到 然後數鈔票盤中贏錢 還是要抠訓到 結果白白的看 看看川普會不會贏還會輸 我說那個沒有意義啊 你拿銅板翻過來 反正不是贏就是輸嘛 也有可能通通都沒有做決定 我認為通通都沒有做決定的機會蠻大的 下禮拜繼續漲 這是目前所看到的現象 這是我這幾天都不斷跟各位分析的 這個缺口不補啊 代表這次的川席會 該出去的利空全部出去了 美光敢賣晶片賣給華為 代表台積電賣也沒事的 代表三星韓國賣也沒事 代表以後啊 川普也不會對華為怎麼樣 因為已經把你打得片體淋傷了 躺在地板不用再揍了 所以假期當中 歡迎你想盡辦法到我們的社團 還有撥通我們的專線 跟黃靖哲來操作 抠訓到數鈔票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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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